有点早安 我是王显瑜 今天是2月16号礼拜天 请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 瑞萱早 显瑜早 观众大家早 瑞萱 今天早上还是比较冷一点 不过和前几天比起来 今天白天是大地回春会比较温暖 那请问今天一整天 这个各地天气如何呢 麻烦你咯 好的 今天一整天真的天气会非常温暖 而且水气减少了 降雨状况也明显的缓和不少 那么今天全台湾各地几乎都是有机会 可以见得到阳光的 最近好几天没有晒到太阳的朋友们 今天刚好是星期天 赶快出去浇游一下晒晒太阳 那今天早上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 这个温度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寒冷了 因为今天各地早上的温度 已经回升个2到3度左右 像是在北部地区呢 今天温度是来到了15.5度 中部地区14.3度 南部地区16.3度 而东半部地区也有14度 当然今天白天的温度会回升的 非常快 所以今天白天各地都会非常的温暖 那虽然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在嘉义以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 还是出现了一些降雨的状况 不过今天白天过后 降雨状况会逐渐缓和 而且都是有机会可以见得到阳光的 那我们从地面天气图上面 就可以看到了 像这个高压是持续的东移出海 当然今天这个东北风也逐渐减弱 会开始转吹比较温暖的偏东风 所以今天全台湾各地 温度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回升 而且今天要特别注意 虽然水气减少了 但是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过等到云少的时候 都还是可以见得到阳光的 而至于在中南部地区的话 当然就不用说了 今天天气会非常好 而且太阳出来之后 温度会变得非常温暖 甚至会有一点热 所以今天大家不妨出去晒一晒太阳 活动一下筋骨吧 而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 从今天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各地白天的温度 都回升了不少 感觉上都会非常的温暖 那么今天白天各地的温度 大概回升个四到五度左右 像是北部地区高温就来到22度 中部地区23度 南部地区也来到了24度 而东半部地区也来到了20度以上 当然未来几天呢 温度还会呈现阶梯式 一天比一天还要温暖 当然全台各地 也都是可以有机会见到阳光的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好天气只有三天 到了星期三之后呢 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各地温度可能又要开始下降 而且水气增多 又会有降雨的状况了 所以这几天好天气 大家不妨好好保卫一下 接着来关心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来看到北北极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30% 温度是在14到21度 再来看到桃园新竹苗栗 降雨几率是30% 温度是12到22度 接着关心到中部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15到23度 再来看到云林加一台南 降雨几率也是0 温度是在14到23度 再来往南走到南部地区 今天各地都是可以见到阳光 温度是在16到24度 接着看到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是30到40% 温度是14到21度 最后要关心到外岛的金门马祖 降雨几率是10到20% 温度是10到19度 接着来看到旅游天气 那么关心完整体天气之后 就要来关心到今天的农民历了 今天是农历的1月17号 要特别注意的朋友是数数43岁的朋友 那今天适合的事情呢 就是祭祀和祈福 不适合的事情就是开光和作造 那以上的资讯 庭副给您做个参考 把时间交还个限于